查老師怎麼觀察二十大之後的變化 我想這個剛剛大家談了很多 我想這個二十大的整個報告 跟人事其實是吻合的 你現在看的時候 十六號習近平的報告的時候 大家在談說這個習核心安全鬥爭 到了人事的時候大家很訝異 可是其實你看那個報告跟人事 其實是完全符合的 因為人事就等於是政策 那現在這個他以前講雙循環 其實他還有一個雙循環 是他沒有講的 什麼呢 就是他要內部先整合資源 大家看到現在共同富裕在幹嘛 二十大報告裡面說 規範財富累積機制 這個什麼意思 這不是在消除貧富差距 這個是在搞計畫經濟的老套路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很簡單 把資源抓在手上 他現在這個整個CCP的資源 在他手上了 然後呢 上海幫香港金融地產新經濟 一個一個的用計畫經濟的老套路 以消除貧富差距之名 共同富裕為實的規範財富積累機制 就是要把它抓 抓了要幹嘛呢 當你的資源整合抓到手上的時候 就準備要自建生產鏈供應鏈打造一個 原來計畫經濟埋鍋造販的老套路 跟對外關係是互相揮映的 對外關係要做什麼 準備在最壞的情況之下要打一場仗嘛 那所以這個準備好了沒 現在當然沒有 可是習近平一統江山之後 很難說這一兩年之內 不會讓他在國內的資源掌控的情況之下 準備好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現在美中是什麼 價值跟制度的競爭 這個態勢是非常清楚 這個中國說他有制度自信 他的意思說我比你好 我們看看誰會贏這場長期的鬥爭 所以他一直講說 習核心的黨中央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 這個是考察的最優先重點 這什麼意思 忠誠 安全 鬥爭 所以這種態勢走下去以後 就會變成中國要迅速的 習近平要迅速的累積資源 他運用可累積的資源 再進行一場以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 建營自己的生產鏈供應鏈的 埋鍋造犯的一場 好 那我現在講就是說 這個中國什麼時候攻台這件事情 我覺得剛剛王世堅議員那段非常好 大家應該在這個 看YT的人再回去看一下 王議員剛剛講的 其實中國什麼時候武力犯台 我們現在在講的東西 都是理性邏輯的推演 可是你的理性跟他的理性不一樣 他現在已經一統江山 在他的一念之間 他什麼時候準備好 他什麼時候早上起來 他說幹就幹了 他要砸香港說砸就砸 香港那麼有錢的金庫都能砸 台灣的半導體怎麼不能砸 我就講 那些心心念念覺得金庫半導體不能砸的 你們跟他是不同人類 他外星人 沒有錯 2019年6月的時候 你會認為北京會這樣弄香港嗎 不會嘛 他說幹就幹 所以什麼2024年 前幾年不會發生 2027比較可能 第二任 我覺得這個都是在一個 合理的理性邏輯思維 問題是說他現在已經走到了獨裁者的陷阱裡面 他的思維跟你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隨時都有可能 隨時都有兵兵站圍的風險 他等到國內資源整合 內部資源計畫經濟全部抓在他手上 放在他口袋裡的時候 他隨時準備好了以後 會隨時打這場仗 而且不是只有對台海目標就是美國 就是西方世界 好我們稍後回來 然後我們會示範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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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